機車突然打滑 連人帶車摔入對向車道 騎士差點就被小黃黏過 後方車輛閃避不及 全部撞成一團 機車肉包鐵一旦發生意外 往往傷亡慘重 大都路路面顛簸 車輛又多 卻是台北通往淡水的重要道路 也是許多年輕機車族的必經之路 導致意外不斷成為 台北事故路段的第一名 台北市交大統計 肇事車禍排行榜 光是大都路三段 去年就發生35件車禍意外 和平東路跟市民大道 則位居二三名 年輕騎士閃避不及 被小八撞個正著 當場彈飛出去 機車不但重型容易偏移 又沒有車殼保護 死亡車禍占比高達46% 比行人還要多 18到25歲的騎士傷亡人數 光是台北市一年就將近8000人 年輕人剛拿到駕照 那他們對於路上駕駛經驗比較不足夠 所以預判道路上面的危險狀況的能力 會比較低一點 年輕人剛上大學 腳有出遊又拿到駕照 不熟路況經驗也不足 騎車上路若不小心 一個車禍恐怕就讓人後悔莫及 記者阿公雅曼許志成台北報導